德华文明的故宫智德元遭到了网友po文大家踏罚 为什么呢 故宫为了要驱赶像是美国熬虾和福寿罗等等凶狠的外来生物 竟然是用池中下毒的方式来对付 狠心的把整池的生物通通给毒死 不过故宫方面则澄清说 他们施打的是对人体和环境比较无害的苦茶破 也呼吁不要再有人随便放生动植物 以免遭到巨额罚款 故宫智德元是一处荷花天堂 有民众在网络po出虾子和青蛙死亡的画面 说故宫堵死了一池的小生物并且发出恶臭 记者实地走访的确发现许多美国熬虾尸体 曾在池中或浮于池面 原来故宫施打了苦茶破 这是苦茶子提炼之后的残渣 一年我们施一次苦茶破 平常的时候就是用徒手去人工来做清理 那我们刚刚讲到因为四五月的时候是荷花剂 如果你不做一个彻底的去处理的时候 其实荷花是长不出来的都被吃掉了 苦茶破可以破坏福寿罗黏膜是它的克星 也可以做鱼温杀菌剂 但同时也会伤及蝌蚪和鱼虾 对人体倒是无害 智德园中可以看到蜻蜓 毛毛虫 乌龟 鸟类栖息其间 山泉水闸门控制活水进出 溪中有活鱼不准垂掉 民众千万不要放生 因为放生造成了这个生态的破坏 罚则更重 可以从五十万到两百五十万 除去了什么都吃的熬虾和福寿罗后 何持的生命力活泼奔放 莲花等待清澈绽放的季节来到